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名字叫Robert 我的家乡是斯里兰卡 一个在南亚的岛国 很多人都叫他做印度洋的珍珠 那里有很多椰子、咖啡、茶叶 虽然很热,但是很美 2005年的时候我还在读中学 一家人住在镇上 爸爸妈妈开店为生 生活简单又无忧无虑 其实那时候的斯里兰卡已经伤痕累累 过去22年 政府军和泰米尔猛虎一直激烈交战 泰米尔猛虎是一个反政府的武装组织 经常发动恐怖袭击 抓小朋友去做同兵 不过那时候我还小 我从来没想过这些恐怖组织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一直以为危险其实离我很远 很远 直到有一天 我去一间庙庙庆祝节日 去松林小便的时候 我竟然遇到一群拿着武器的人 跟我来 有人要跟你说话 他们突然绑着我对手 蒙着我对眼 扔我入车 一切都发生得很快 突然间 我已经被人送到一间黑房 你别想着走 这里周围都是地雷雷的 他们毁打我 强迫我加入他们 去做同兵 去杀人 我记得 以前和朋友玩捉迷藏的时候 都被人蒙住双眼 但从来没想过游戏会变成真 而且捉我的人 竟然是泰米尔猛虎 当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只是害怕到哭 六天之后 他们就送了我去一个士兵训练营 先命令我帮忙煮饭 我知道 再迟些我就会像其他人一样 戴着头盔 去埋地雷 去抓枪杀人 但我真的不想 那些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连晚我都怕到睡不着 我很想念我妈妈 她们很温柔 煮的食物很好吃 有一天 当我在斩柴森火的时候 我留意到一个逃走的机会 我趁着没人留意 我在训练营偷走了出来 我平平跑 我跑得很快 趁着天黑穿过一片森林 最后 我在一棵树后面躲起了几个钟头 我确定安全 我才跑出来 幸好 我遇到几个村民 他们借了个电话给我打回家 快来接我 我刚刚在猛虎训练营走出来 我安全回到家 但我怕到不敢坐在当地逗留 泰米尔猛虎势力太大了 当时已经控制了斯里兰卡北部和东部的大片地区 报纸新闻说 很多小孩和我一样 被猛虎组织捉入士兵训练营 我觉得这里太可怕 如果我继续留在斯里兰卡 我肯定会有麻烦 我肯定会去送死 我一定要走 去哪里都行 最终我鼓起勇气和爸爸说 爸爸 我已离开斯里兰卡 那一年 我只不过是17岁 我没有时间想太多 我拿着爸爸帮我买的香港机票 很快就自己一个飞来香港 一个远离我家乡 三千多公里的城市 一落飞机 我就发现自己 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这里很擠迫 但是很干净 有很多高速公路 很多车 很多人 这里好像很适合生活 在这里我没有香港身份证 即是没权逗留 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 可以去找联合国难民署帮忙 于是我就过去找职员 解释了自己的困境 因为我未成年 他们安排了一个宿舍床位 给我住 然后叫我等 我没有身份证 我不可以打工 连做义工都不行 于是我就常常留在宿舍 但是那里 没有人跟我说同一种语言 没有人跟我聊天 我觉得很孤独 我打电话给家人 但是家人说的第一句就是 你千万不要回来 思义兰卡的时候越来越危险 内战不断升级 但是在香港 我的将来一片黑暗 联合国已经跟我见了两次面 但始终都没有任何结果 生活就是等 等 等 我感觉越来越不开心 所以吃精神科药物 就是这样 我足足等了四年 2009年 联合国终于通知我 我的难民身份被确认 很快 我就可以去其他国家定居 那一刻 真的很难忘 我果然都哭了出来 我很想和家人分享这个消息 但是他们那时候 已经进入了难民营 听不到电话 后来 我拿到美国的签证 准备去美国定居的时候 我觉得 一切都好像发了场目 我知道 我很幸运 我在香港认识的难民 很多都一直无了期地等待 在黑暗中 尋找他们的将来 我很希望有一天 他们都能够得到我这份喜悦 这些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